公车上阿北咳啊咳 下一秒 口罩一拉往地板吐好大一口痰 再用脚抹一抹 前方女子开始坐立不安 直接阿北咳几下后又吐了一口 让临座赶紧调整座位 这景象发生在中国成都 网络媒体临传媒前进中国 直击防疫开放后的现状 最先冲击感官的是酷酷扫身 此起彼落 当民众进行核酸检测的防护人员 都一边咳嗽 一边工作 检测庭持续传来咳嗽声 去年12月7号 中国新十条落实后 跨区人员不用再查健康码 让确诊黑数深不见底 从吉岩阁到瞬间开放 周遭环境新冠病毒四伏 旅客已落地 中国规定的5加3隔离政策 更是执行一团乱 去哪家隔离旅馆 犹如盲盒开箱 旅客才住了两天 旅馆人员就通知 只要填居家隔离单就能离开 我们还问说 可是我们没有满5天出去 那旅馆会不会让我们住 就是大家你言我语都说 出入因为不用扫健康码了 其实不会有人在管你 你要去哪随便你 成都的解隔偷跑 有经验的人相当淡定 凸显中国隔离政策乱无章法 让人疑惑 这不是做标面功夫吗 防护人员没任何登记动作 隔离单就让民众自行带走 离开时地上一堆丢弃房卡 这一刻一踏出去 就将接受新冠病毒的考验 如今中国8号开始 全面开放入境免隔离 确诊数已经没有官方统计 跟病毒的搏斗 全靠自求多福 先订阅黄新城 盛凯就用台湾到